你知道为什么要抗氧化吗 为什么说自由基是人体内的小偷 玻尿酸与维C能为美肌带来什么帮助 本期美容基础班为您解析雅兹玻尿酸维C双效精华液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雅兹玻尿酸维C双效精华液 简称叫雅兹安平 就让它给您鲜活清明美肌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肌肤是否还年轻 试着让思绪回到自己最年轻的时候 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肌肤红润光泽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苹果 手捧眼霞像触到丝绸一般的光滑细腻 用手轻轻的一捏 仿佛要挤出水的感觉 肌肤水润而饱满 没错这就是年轻肌肤的状态 三大特点给大家总结出来 红润光泽 光滑细腻 水润饱满 这种皮肤的状态大概都会在每个人16岁至25岁左右 当然情况也会因人而已 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慢慢我们的肌肤也变得不再年轻 你会发现眼上再也没有年轻的特征了 呈现出来的是皮肤松弛 暗淡 粗糙 出现细纹以及毛孔粗大等一系列问题 肌肤年龄的不断增加 与实际年龄拉开了差距的同时 给我们落上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这个时候 你是否思考过 究竟是什么对肌肤造成了如此的伤害 或许大家会深有体会地说 环境污染 灰尘堵塞 紫外线伤害了我们的皮肤 又或是生活的习惯 饮食问题 营养补充不足 熬夜 吸烟 饮酒等等 有些注意保养的人士 可能会想 是不是护肤品组合 使用不满足自己肌肤的需求等等的原因 其实 追根究底 使我们的肌肤不断地在氧化 与此同时 我们在抗氧化的能力 不足以抵抗氢害 氧化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我打个比喻吧 氧化像是空气 看不见 摸不着 却在我们的身边 形影不离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氧化 你所能看见的一切 其实都在氧化 只是氧化的速度有所不同而已 有些氧化你能轻易地察觉 有些短时间内 你不会发现它变化的严重性 氧化是无处不在的 包括我们的肌肤也是每时每刻在氧化 经过探紧之后 我们发现氧化的因素有很多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随时接触的空气污染 辐射 自身饮食 工作压力 以及食用的药物 果蔬的浓残等等因素 都会使我们的身体不断地产生自由基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不断的伤害 所以追溯源头 肌肤氧化的元凶就是自由基 它每分每秒都在侵害我们的肌肤 我们把自由基认为是不稳定的分子 它就像小偷不断地去夺取 并破坏其他分子 最后破坏了肌肤结构稳定性 给你的肌肤刻上了松磁 暗淡 皱纹 这三大烙印 我们也将这三大情况归为肌肤衰老的三大主要特征 简称松 暗 纹 那在整个氧化的过程中 我们的肌肤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之前提到的自由基设无时无刻围绕着我们的肌肤 当肌肤遭受侵害 我们自身的玻尿酸会慢慢地流失 另外我们的肌肤会随着氧化的加剧 与时间的迁移 会导致肌肤抗氧化的能力不断下降 首先大家要清楚玻尿酸是什么 它对我们的肌肤有什么样的作用 第一啊 这个玻尿酸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皮肤当中 玻尿酸起到了肌肤保湿平衡 充盈饱满的作用 让我们的肌肤保持平滑 饱满 湿润与光泽 那么玻尿酸不足的时候 会使皮肤的储水与锁水能力下降 皮肤会出现各种的问题 第二 我们看到右边的图 玻尿酸是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流失的 从25岁玻尿酸开始流失 到30岁仅剩年轻肌肤的65%而已 到了60岁仅剩年轻肌肤的25% 婴儿肌肤是光滑细腻 有弹性的 是最胶嫩的 研究发现婴儿的皮肤中 玻尿酸含量高达百分百 总结来说 玻尿酸填充在胶原蛋白的架构之中 起着填充的作用 若玻尿酸流失 就如一栋大楼的水泥脱落 再无美感可淫了 另外对抗抗氧化问题 很多人都会想到 只要抵抗了氧化 就可以延缓肌肤的衰老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肌肤抗氧化力不断地在下降 那是因为 一 环境污染加剧了 产生了更多导致氧化的因素 第二 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抗氧化能力不断地下降 自由肌损伤会不断地加剧 第三 摄入的抗氧化剂不足 就不能抵御氧化的过程 相信大家对之前 关于氧化造成肌肤伤害 都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接下来 我们会以简单的方法 给大家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群 肌肤的氧化程度与表现 很简单 只需要三步和五张照片 便能完成肌肤测试 为了能及时解决氧化导致皮肤出现 松 纹 暗的问题 很多爱美的人士 往往会选择快速的途径来解决 例如打个水光针 与打个玻尿酸前冲 它们能及时见到效果 而这种快速的方法 除了能带来见效快 还有创伤小的好处 但是也有它的弊端 比如安全性低 价格高昂等等 相信这些问题 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更不敢忽视的 面对要解决抗氧化力不足 与玻尿酸的流失 所导致的肌肤问题以外 还需要满足大众对快速见效的需求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 雅兹玻尿酸维C双效精华液 解决肌肤三大问题的同时 又能提供强大的抗氧化保护 它又被称为雅兹安平 安平可以说是最近非常热门的护肤驱使 这看似不起眼的小小安平 跃升为保养界的主角 也成为爱美人士保养程序中的必备品 安平的英文原意为浓缩精华 它的吸收渗透和功效速度都非常的快 可以让肌肤在短时间内达到最佳状态 除此特点之外 安平的有益因子活性非常的高 可以根据皮肤生理周期设定为密集式的保养 现在就让我们来揭开雅兹安平的神秘面纱 雅兹安平 首先它是一款玻尿酸与维C结合的精华液 它所具有的几点特性 双分子千倍储水能力 可以让我们肌肤快速聪颖 双重抗氧化结合 与生效日期由你而定 能充分解决之前所担心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一一细看每样功效 之前我们讲过 玻尿酸存在于我们皮肤内 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置身玻尿酸的产生减缓 作用减弱 这时就需要额外补充玻尿酸 一般部分单分子玻尿酸产品 只能作用于表面起基础保湿的作用而已 吸收较弱 亚兹科学家依照科学比例组合 使我们的玻尿酸不仅停留于表面 还能渗透直达底层 而且亚兹安瓶中的玻尿酸 可以锁住相当于它本身重量 一千倍的水分子 顺时填充其表皮层 而普通玻尿酸只能达到五百倍的效果 亚兹安瓶双分子玻尿酸内外协同补水 渗透力强 大分子玻尿酸 它们停留在肌肤表层 高度锁水 立即实现肌肤蓬润的效果 同时更好对抗氧化的作用 小分子玻尿酸 它们能深入渗透到表皮层的下层 从生存强化肌肤弹性 舒缓皱纹 了解完双分子玻尿酸的组合与功效 让我们将目光放到解决抗氧化的问题上 首先来了解一下 维生素C这一抗氧化剂的功效有哪些 动所周知 它可以通过加强肌肤的表层与生存 来修复表情纹 它还是一种卓越的抗氧化剂 能清除并抵抗自由肌 还有美白的效果 这些因素共同使得维C成为了一种优质的成分 维C的抗氧化功效虽然强大 但是影响抗氧化剂的因素有非常多 以下归类了四大原因 阳光的照射 温度的变化 遇到水分 存放的时间过长 这四大原因均会将 精存维生素C降解 降解后会使得效果下降甚至到无效 总的来说 维C被降解影响吸收和功效 意思就是白白浪费掉了 而有很多的护肤品都会使用在溶液中 更加稳定的维生素C替代品 虽然这些维C的替代品可能会很高效 但真相是皮肤细胞必须经历了一个额外的步骤 来将这种替代形式转换成百分百的精存维C 才能被完全的吸收 这意味着 你的皮肤无法轻松或快速的发挥这些替代形式的功效 或者换句话说 当皮肤吸收百分百精存维C的时候 它可以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步骤 就能直接达到效果 应用百分百精存维C 面临着更难生产 更难保存 更难运输的挑战 但我们依靠着雅兹的科研实力与品牌实力 我们将纽催来真叶樱桃萃取 与其强强联合 共同发挥着抗氧化功用 并提高天然活性 真叶樱桃生长在安利扭摧莱巴西农场 在这边区域 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有机真叶樱桃源 果实在尚未成熟的青涉阶段就被采摘下来 这时候的维C浓度处于峰值 一颗小小的绿色真叶樱桃的维C 含量高于一只中等大小橙子的维C含量 由于每颗樱桃成熟的速度不同 采摘必须手工进行 以鉴别不同的成熟度 其实在这个真叶樱桃天然植物提取物中 同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 比如说黄铜类活性成分 生物碱类活性成分等 这些活性成分对我们人体有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这些黄铜类的化合物除了具有抗氧化的生物活性以外 还能防止维生素C被氧化破坏 增强维生素C的效果 所以纽崔来真叶樱桃萃取成为了抗氧化的明星 是最佳抗氧化成分之一 我们非常自豪的是 雅兹安平将最好的抗氧化保护 灌注到你的肌肤里面 天然又高效 虽然百分百精存维C 对活性的稳定提出了挑战 但雅兹以独特的先存科技 保护维生素C的稳定性 发挥抗氧化的最大功效 将其新鲜混合 概念定义为生效日期由你而定 还能保持维生素C的活性可达30天 我们把精存维C独立保存于维生素C的先存帽当中 使用的时候一按一摇 顺时激活 新鲜混合 说的再多 也没有实验视频来的视觉效果好 大家请看 抗氧化与还原保护实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除了苹果实验 我们的产品效果还经过美国专家临床实验清证 使用7天后 81%的女性发觉皮肤变得光滑细腻 皱纹部分明显的变得饱满 而使用4周之后 86%的女性在临床实验中体现出所有表情纹淡化 78%的女性注意到肌肤恢复了年轻的弹性 12周以后 女性注意到 即使是最顽固的皱纹也有所改善 经过这临床的测试 证明了 使用雅兹玻尿酸维C双效精华液 能有效在7天内淡化表情纹 4周恢复年轻弹润 12周淡化顽固表情纹 所以雅兹玻尿酸维C双效精华液 针对我们肌肤的三大氧化问题 都能一一解决 双分子玻尿酸对应肌肤松弛 百分百精纯维C加真叶樱桃萃取 对应肌肤暗沉 而两种成分的结合 就能充分地对抗肌肤细纹的同时 还能为肌肤带来了抗氧化保护 作为雅兹的百搭抗氧化明星安平 建议每天早晚使用 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在哪一步使用 我们应该将它放在肌底液的后面使用 其后还可以按照肌肤的需求搭配其他的功能精华 然后再涂抹面伤类的产品 就能完成一次完整的抗肤流程了 如果把长期没有抗理的肌肤 比喻成干枯的树木 水分流失 细纹干裂 最终导致枯萎 那为什么就算做好了抗理的肌肤 也会渐渐地发生相同的问题呢 最终发现 只有用对了抗肤品才能让肌肤获得新生 那我们继续把肌肤护理比喻成植物栽种 老化矫制成堆积的皮肤就像是结板的土壤 失去了渗透能力 即使再精心的灌溉 营养也无法进入我们的肌肤 而使用我们的患肤精华面膜和活肤基底液 就像是松动的小铲子 铲掉结板的表面 疏松硬快的生成 让浇灌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 再结合玻尿酸维C精华液 高强抗氧化保护 肌肤成长犹如树木灌溉 免受氢害 茁壮的成长 为此雅兹轻力打造了年轻央腻组合 为肌肤的青春痰润加成 从加强吸收到抗氧保护 满足肌肤要年轻的需求 第一步 雅兹换活精华面膜 一周使用两次 每次只需八分钟 精准识别打开肌肤呼吸的通道 促进肌肤的更新 令后续保养的效果更加显著 第二步 首先排佐修护 加速佐治的剥落 防御佐治侵害 提高肌肤的自我修护力 然后助养活肤 提升细胞 氧气 摄取能力 与使用率 让肌肤自由呼吸 积患肌底活力 最后提升吸收 深入肌底 形成传输营养的水晶网络 提升后续护肤品吸收的效果 为肌肤排佐助养 更好的吸收养分 四倍最大化的活性成分吸收 第三步 加上雅兹安瓶 每天使用两次的抗氧 来进行一个抗氧化 年轻殃利组合 帮您打通肌肤呼吸的通道 然后加成后续吸收 最后持续的抗氧化 配合肌肤 新陈代谢更新周期 这个组合是一个月的抗氧化方案 三款产品搭配使用时 建议每个月使用三瓶雅兹安瓶 每天使用两次 每次使用两滴管 达到最好的效果 殃利组合 与其他系列的组合 可以根据肌肤的美白 淡纹 紧致等需求 来搭配使用的 让肌肤抵抗氧化的同时 更能达到针对的修护 今天关于雅兹玻尿酸 维C双效精华液 与年轻殃利组合的分享 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